新华社长沙1月25日电梯 地面苦练空中经飞直击武警部队空中力量首次训法集训 王月山、杨喜鹏、徒敦法、洞庭湖畔 武警某部直升机支队 地面苦练 空中经飞八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1月22日至24日 武警部队空中力量组建以来的首次训法集训在此举行 专题规范空中力量训练问题 不断提升实战化水平 贴近实战设置课目演示 据上级通报 一名暴恐分子持刀伤人后 驾驶一台棕色越野车逃窜至山林中 献命你机组对暴恐分子实施跟踪 并引导兵力实施抓捕 明白 集训现场 值班机组接到命令后 飞行员迅速驾驶直升机 前往目标地域上空 采用盘旋绕点跟踪 蛇行绕飞 迂回绕飞等方式 紧紧盯住跟踪目标 与此同时 直升机采集的目标图像信息第一时间 船回作战指挥中心 指引地面兵力 对犯罪分子进行围捕 面对空地联合的强大追捕力量 陷入包围圈的犯罪分子 只能束手就擒 楼顶起降 水上飞行 跟进飞行 针对直升机部分队训练特点 新大纲对武警部队空中力量训练强度 难度 标准 进行了重新定义 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次集训突出新增新改和重难点 课目训练 目的就是要体现专业化 合成化 实战化要求 武警部队参谋部航空处处长李健说 聚焦备战打仗 贴近任务实际和实战环境要求 设置课目掩饭式 爬高下低 让趴力正的额头布满汗珠 空中机械师是直升机能否起飞的把关人 必须对直升机的每一次起降负责 起飞 降落 抚养天地之间 凝结着众多产物和机物保障人员的辛勤与汗水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保障人员训练水平 新大纲专门对空中机械师 航空管制分队和航空气象分队等训练 予以明确设置 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有局限的 只有按照规章制度一条条严格落实 才能保证每一次飞行的安全顺利 空中机械师齐勇说 每次飞行前 他们都要针对当日任务特点拟定计划 而后对照清单一一落实 训练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作为痊愈激动的空中支援力量 武警部队直升机部分队 担负着空中指挥侦察 投送指挥保障等多项重任 空中精飞 地面虎链 应当是每名飞行员的训诫 三级飞行员尹康说 如何训 训什么 一直是直升机飞行员训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这次集训对于年轻飞行员而言 是一次很好的提高机会 飞行训练分为基础 应用和战术翻各层面 相较以往 新大纲对于战术层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对于精细化飞行训练 提升机组实战能力 有着积极作用 武警某部直升机支队支队长 孟凡军认为 新大纲提升了直升机战术训练时间 飞行训练时间和技术课目训练时间等指标 既战术训练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武警部队空中力量从无到有 如今已是入发展的快车道 孟凡军说 作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卫人民美好生活 图为1月3日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降落过程示意图 新华社记者金力旺社 新华社北京1月3日店 记者陈芳、胡哲 这是人类第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2019年1月3日 时时26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 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阿特肯盆地内的逢卡门撞击坑内 实现人类探测器 首次月背软着陆 经过约38万公里 26天的漫长飞行 1月3日 嫦娥四号进入聚月面15公里的落月准备轨道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内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一声六下 嫦娥四号探测器 从距离月面15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 探测器的速度逐步从相对月球一 7公里每秒降为0 在6到8公里处 探测器进行快速姿态调整 不断接近月球 在距月面100米处开始悬平 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别 并自主避障 选定相对平坦的区域后 开始缓速垂直下降 最终 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冲机构的保驾护航下 一吨多重的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东京177 6度 南尾45 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 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达6000米 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溪坑之一 被认为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早期历史 具有重要价值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 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 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 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 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 提供重要资料 探测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 通过雪桥中寄星的牵线搭桥 嫦娥四号探测器 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 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 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嫦娥四号探测器 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像 此图片为嫦娥四号着陆器 监视相机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 形式器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1月3日10时26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 并通过雪桥中继星 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 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公图 11时40分 嫦娥四号着陆器 获取了月背影像图 并传回地面 这是人类探测器 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 后续 嫦娥四号探测器 将通过雪桥中继星的中继通信 开展设备工作模式调整等工作 展机实施着陆器与寻视器分离 从嫦娥本月到万户飞天 从天眼探测到在人航天 探索浩瀚宇宙 是中华儿女不屑追求的伟大梦想 这一刻 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得知嫦娥四号着陆的喜讯 年近九旬的 然但一新工薪科学家孙嘉栋认是豪勤满怀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点 国际观察美欲退出中导条约危害几何 新华社记者刘晨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指责俄罗斯 长期违反中导条约 称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意味着 其在发展核武力量上 少了一道紧箍咒 长期来看 此举将加剧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新一轮和军备竞赛的风险 指责违约 特朗普20日在内华达州参加集会活动后对记者表示 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 他指责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条约 称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 美国没理由一直遵守条约 美国未来会发展那些条约中禁止的武器 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由美苏于1987年签署 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至550名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20日启程访问俄罗斯等国 美媒援引不愿透露姓名帝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称